1980年代末期受故于美国影星兼制作人迈克道格拉斯的作家兼记者布劳迪 SUSAMBRAUDY 今天出面主控迈克道格拉斯曾当着他对面抚摸自己的下体 迈克道格拉斯断然否认私指控 美联社报道 布劳迪今天现身国家广播公司NBC金玉秀Today节目 布劳迪指称迈克道格拉斯 曾当着他的面解开皮带 然后把手伸入裤子内抚摸下棋 布劳迪还说 有人事后告诫他 千万别把此事告诉其他人 现年七十三岁的迈克道格拉斯曾两度过奥斯踩脚 他于本月稍早前告诉娱乐网站Deadline 预期即将出现的报道将会包括一名前公员的指控 指称他于大约32年前 当着他的面做出不当行为 迈克道格拉斯形容 那全是谎言和捏造 还说他的明星妻子 凯撒林丽塔琼斯 他的Inmediate Jones 一直非常支持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